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我是韩梅 今天是2021年1月7日星期四 这个视频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下 关于美国昨天在国会山所发生的那个暴乱之后的一些情况 昨天呢,我已经是分了四个视频 跟大家全面就报告了整个的过程 因为呢,昨天它的时间和我的时间呢 时区是一样的 所以呢,我就通过各个媒体的直播镜头 即时的,同时的了解了他们整个的暴乱的过程 我把整个的过程呢,分四个视频 向大家呢,详细做了介绍 如果你想了解整个的详细的过程的话呢 你可以去看我的视频,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 那我现在呢,就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呢 今天,也就是星期四的时候 美国华盛顿市这个市长以及警方 所召开的记者会里面 官方所公布的一些信息 我认为根据他们所公布的信息呢 川普麻烦很大 川普很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川普呢,为他下台以后 会入狱又制造多一个机会 好,现在呢,我们就来说一下 在昨天的整个的暴乱过程当中 今天警方公布说呢 至少有50个警察受了伤 至少有50个警察受了伤啊 我昨天那视频里面已经跟大家报告了 就那种冲突的情况 有几个警察呢,现在在医院里面进行治疗 还挺严重的 那第二个情况呢 就是昨天我们都知道 有一个女的呢,受了枪伤 到最后在医院里面死了 昨天有一个说法呢 说是她那个枪伤是她的胸部 但是呢,从今天又有一些镜头出来看呢 好像是说是在她的脖子的部位 这个人是谁呢 她是一位女士 她来自于什么地方呢 我现在看到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她来自于佛罗里达 一种说呢,她来自于圣地雅各 但是呢,有一个说法是对的 就是她之前曾经是一个 在空军服役的一个军官 她曾经在空军服役14年的一个军人 现在呢,应该已经不是了 那她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人物 政治立场呢,非常的鲜明 她是非常的拥护川普的 她的家里人说呢 她是非常爱国的 川普呢,用她家里人说 她也是很爱国的 川普呢,也标榜了她自己呢 她也是很爱国的 她所做的所有的这些事情呢 不是为了她个人的利益 而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这也是为什么好多人都死跟着这个川普 比如说这个女的 就是川普的一个铁粉 死忠 好,这个女的呢 从过镜头我们来看 她是在这个国会的门外头 国会这个大厅开会这个会议厅的外头 那个门那个地方呢 他们就在冲击这个门 就在砸那个门 那个门呢,是一个安全级别非常高的门 不是那么容易砸坏的 就跟香港的那个门一样的 安全级别很高 就跟那砸呀砸 砸半天呢 其实还没有砸开 但是快要砸开的时候 在里面呢,也有国会山的警察 国会山里面是有警察的 那有国会山的警察不是保安呢 是警察 他们是有枪的 他们在里面呢 就枪就拔出来了 在对着外面 那他们在砸砸砸 砸得快要砸开的时候呢 有一位这个警察呢 就开枪了 从这镜头里面看呢 这个女的就硬生倒在了地上 看起来好像就是打在脖子上 那就倒在了地上了 很快的呢 就对她进行了这种急救的措施 放到担架上 给她运到附近的医院里面 当时那血流就是非常的严重 那到了医院里面呢 她就很快就死掉了 当时呢 媒体都以为是打在心脏 其实打在脖子上 那脖子呢 应该是打在那个主动脉的一个地方 才会造成她很快的死亡 这个女士呢 今年是35岁 就很年轻了 对这位女士涉及的这个国会山的警察呢 现在也被停职调查了 调查看她打这个枪呢 是不是适当 这个到最后的结论呢 我判断应该是适当的 因为呢 从那镜头上来看 那些人很快就要冲入这个里头了 她打这枪呢 预计能起到阻止的作用 但是实际上没有起到阻止的作用 没有起到阻止的作用呢 主要是他们里面放弃了 那些议员呢 都及时的转移了 后来那些人进去 进去以后呢 没有看到一个议员在里头 没有和议员形成正面的冲突 而且呢 他们里面的工作人员 也有机会把那些选票拿走 这就是昨天说 有一人死亡 就是这一人 那今天警方就说呢 一共是有四个人死亡的 除了这位女士以外 另外还有两位男士和一位女士 那现在细节呢 就不是很全 有一个说法呢 说有一个男士呢 我们从图片里看 有好多人就爬在那个外墙上面 有一个男士从上面掉下来 就摔死了 那玩意很高的 那个墙很高的 就掉下来摔死了 跟跳楼是一样的 我看那个高度呢 起码有三层楼那么高 你从三层楼上面摔下来 底下呢 又是硬表面 你有可能摔死的 就摔死了 那另外一个呢 据说是心脏病发作 还有另外一个女的呢 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但是这三位呢 全都是 昨天的时候呢 被送到了急救室的 到最后呢 这四个人全都死了 同时昨天警方呢 还抓了53个人 这个行动呢 我认为 从暴徒这一边 他们这个恶劣程度呢 没有香港冲击立法院的恶劣程度高 但是呢 美国的这个警方 比香港那个警方 美国华盛顿市的市长 以及警察的这一方呢 他们的工作呢 是比林郑月娥的工作呢 要有利的多 要有利的多 他们完全控制了这个局面 而香港林郑月娥当时呢 是失控的 香港警方没有控制住局面 他们没有控制住呢 就是投鼠机器 美国不管 不要开窗就开箱 打死你就打死了 那香港呢 警察都没有打死人 然后呢 还搞得那些民众呢 天天跟这个警方不干 整个那么长时间 警方都没有打死一个人 然后还跟警方不干 还各种的造谣 这就是这个政府的自信呢 以及力度 在这国际上呢 美国呢 还是很有力度的 美国的政府呢 还是很有自信的 他是世界上老大 谁对他的指手画脚 他全都不在乎 但是呢 中国就不一样 中国要顾及国际形象 要顾及国际舆论 这点来说呢 其实也挺不公平的 另外 昨天警方在室外的人群当中 就发现了两个爆炸物 昨天说是爆炸物 今天警方已经明确的公布了 就是两个管子里面装有爆炸物 实际上我们就可以叫它是雷管了 应该就是雷管 发现了有两个 这个其实还是挺危险的 如果这两个雷管带到里面的话呢 形成爆炸 后果呢 会更严重一些 那昨天呢 我跟大家说了 川普呢 在拜登出来发表讲话以后呢 他也出来一个短视频 但是他那个短视频呢 对这些暴徒 所表达的 就是那种变相的支持 就是那种同情 还说爱他们呀 虽然说是让他们回家 但是呢 表达的是爱他们 希望他们不要受到伤害 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 那川普昨天的推特呢 已经是被推特这个平台 给他删帖 我昨天说呢 从那个推特删帖的那个情况来看呢 我以为是川普自己删的 因为以前如果是推特删的话呢 你本主的信息会在上面 然后你几点几分发的 底下呢会说这个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呢 昨天他整个的 你本主的那个信息几点几分发的 也都不存在了 就说这个已经不存在了 这个帖子 有那么三个已经被删了 是推特官方所删的 而且推特平台 昨天对他就进行了 至少12个小时的禁言 但是到现在为止 我没有看到川普发言 就说明对他这个禁言呢 又延长了 好再说回来 华盛顿市的市长 在记者会上他所说的话 市长呢在记者会上 对川普支持者的这个行为呢 给予了极力的这个抨击 这就是暴乱 这就是暴动 而且他认为呢 川普对这个暴动应该负责 因为是川普煽动的这些人 川普反复煽动这些人 然后这个市长呢 重复了至少两次说 川普应该对此负责 那要负什么责 川普对这个负责是负什么责 这个煽动呢 在全世界走到哪 他都是一个罪 那华盛顿市 会不会对他追究刑事责任 我认为从他市长的这个决心 从他市长的说话的态度来看 他很有可能会追究川普的刑事责任 所以我就说呢 川普很有可能 他下台之后呢 是会入狱的 因为你川普他再怎么豁免他自己 再怎么赦免他只能赦免联邦层次的罪 对于州层次的以及这个直辖市 华盛顿地系 他是一个直辖市的 对于这个市的这个罪呢 他是不能够赦免的 这个事情影响是非常非常恶劣的 他这个恶劣的程度 他的这个影响造成了川普这个重判亲离 他怎么个重判亲离法 我一会呢会单独做一个视频 说说这事 由于时间的原因呢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这么多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 participant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